哈囉 大家好 我是MAX 那這支影片呢 跟大家分享 要怎麼去辦中國大陸的電話卡 那辦這個電話卡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是拿著台胞證到營業廳去就可以辦 就千萬不要再給那些黑中介去騙錢 就這裡啦 連通 要去進去看看喔 看怎麼辦成功 OK喔 所以營耗有辦成功喔 它是要先預除值200塊 然後下個月才可以改套餐 看一下 那我是在這個月初去廣州旅遊的時候 順便把電話卡辦 那辦電話卡呢 首先第一步是 看你是要辦連通還是移動 那就是說你在手機上面搜 就是在百度地圖上面搜尋 比如說我辦連通的喔 那我就搜尋連通然後營業廳 然後地圖就會顯示出來說 離你最近的那個連通的營業廳在哪裡 那你就帶著台胞證到營業廳去辦理就可以了 然後通常第一個月的話 那個營業廳的那個業務 他都會跟你推薦值費 那你就 那你就盡量跟他說你要最少 就是最低月租費的 的那個方案就可以了 然後你辦完之後呢 就趕快下載那個 中國聯通的APP 然後你在APP裡面就可以聯絡那個 他的客服 然後幫你改方案 那像我是選那個一個月八塊錢的方案 就是最低資費就可以了 因為我主要是要拿來接收那個 那個銀行卡的電車碼用的 所以選最便宜的就可以了 因為那些資費 因為那些流量啊 化費啊 其實你在台灣都用不到 所以就選最低的就可以了 像聯通的話應該是每個月八塊錢 那想必很多人很想問說 那這個手機要怎麼繳錢喔 那大陸是這樣子的 他就是說對你的 他就是對你的門號去充你的化費 像我那時候剛辦好門 剛辦門號的時候 那那那那飲業廳的人 他是跟我說要先儲值兩百塊 那我到時候就儲值兩百塊嘛 然後他每個月的錢 他就會從那個兩百塊去扣錢這樣 那假如錢不夠的話 那你在台灣的話 那你在台灣的話 他可以那個 你打開支付寶 然後他可以 然後輸入你的電話號碼 然後就可以對你這個電話號碼 去加值喔 就等於說對你這個電話號碼去 對啊應該叫加值啊 就是充畫費的 很簡單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打開我們的百度地圖 然後在這邊搜尋 我這邊是搜尋 連通然後空格營業廳嘛 然後我這邊調整一下 我現在先搜尋 白雲區的 對他這邊就會把 白雲區的 連通的營業廳的地址全部列出來 那如果說你是在當地的話 你就 定位到當地 那你就直接搜尋連通營業廳 那這邊他就會把你列出來 離你最近的營業廳 然後就去 那你就直接去那個營業廳做 手機號那個什麼 電話卡的那個申辦就可以了 OK 那現在假如你已經辦好電話卡之後 那你就下載這個 中國連通的APP嘛 那我們現在進入這個APP進來 然後他這邊 應該是服務吧 應該是在服務這邊 然後往下面拉 反正就是要找到一個 對這個客服嘛 在線客服 你就這邊進去嘛 那這間客服通常 他通常都是會 他就是有真的人 會在跟你做溝通這樣子 那就是在這邊 在這個在線客服這邊 跟他說你要改 改你那個手機 就是天花卡的那個方案這樣子 就是改成那個 比如說 就是改成 每個月最低月足的那個方案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可以直接在這邊 在APP裡面聯絡客服 幫你改方案這樣 OK好那我先來講一下 他怎麼幫自己的手機號碼 充值 那我們首先進入支付寶 然後點更多 然後找到這邊有一個 便名稱 或這邊有一個手機充值 那就點進去 那這邊就要輸入你的手機 手機號碼 然後手機號碼 輸入好之後 然後輸入完號碼之後 就要選金額嘛 然後這邊金額這邊 然後這邊就 他這邊可以直接用那個 信用卡去付錢這樣子 就可以直接充值 因為我今天下午有充值過 確實可以充值 所以還蠻方便的 在台灣那邊以後 也可以直接用這樣去 去幫我手機號碼做充值